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过去一直在赚钱赚钱 然后看到现在很多的弊病的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曙光 可是中间就需要一些穿着引线的人 一些天使投资人 那佳燕如何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 这个如何让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改变经济的一个模式当中 扮演的地方发挥的地方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台湾所谓影响力投资的发展的一个小段历史 其实最早想要尝试的 有一个人大家一定都认识 张明镇不是创了落水吗 对 在十年前 其实张明镇那时候创的落水 就是想要做影响力投资 因为他想要找一家好的典范的社器 培植他让他上市 然后他就顺利退场 然后形成一个好的模式 然后希望大家来放效 可是他一个最大的不幸就是他做得太早了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社器大海里面 连鱼卵鱼苗都很少 你怎么去找一只大金鱼 然后让它上市上跪 所以后来张明镇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之后 他放弃不再做社会企业的投资 他自己反而变成了社会企业 他就做弱势这些生障者就业创新 特别是跟IT相关的这些就业创新 那活水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 我们在四年前我们设立活水一号 那个时候的想法是 既然这是一个共益的这个工作 就召集大家一起来投资 所以我们用的方式叫做俱乐部集资 那也就是找一些愿意拿出一小部分的钱 来做影响力投资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承诺30万出三次 那等于一个人大概出100万左右 在三年之内 那如果有50个人大概就5000万 那那个时候我们用这个方法 5000万其实很少 可是其实他隐形的资源很多 我举例来讲 当社器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发现要律师有律师 要会计师有会计师 要专业经理人有专业经理人 要中小企业组有中小企业组 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事实上他的资源是很多样性 远比任何一个独资的善心人士或天使 要能够给的更多 除了金钱的还有一些专业上的支持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很多新创年轻人来说 他们其实就是需要这些 他们其实常常需要的不只是钱 更需要的是很多专业的协助 跟能力的建构 对还有一些网络的铺陈 对网络的资源的这个连结 那后来很幸运的 我们经过了三年 我们发现这个模式成功 后来就想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今天把俱乐部集资 用来创另外一个基金叫火水二号 可是这个时候俱乐部的成员 不要再找个人 我们这个时候找企业代表 企业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带来那个行业的领域资源 哇那那个深度又不一样 深度跟管理不一样 他就跟着脉络更大 是对 所以火水二号 他就变成说 目标找20家企业的代表 然后每一个人只要出500万 这样就1亿左右 那目前有几个企业界代表 比如说信义房屋周俊吉先生 然后王荣文 就是远流的董事长 然后还有这个连华实业也有加入 然后高科技产业的部分有大连大 那另外还有台湾最大最赚钱的 这个创头叫华威 张吉利先生也以个人的名义加入 已经满了吗 你们要几个有没有上线 没有目前还有机会 目前还有机会 那他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今天如果一个社会企业 他是做无障碍旅行的 比如说像大家也许说不定有听过多福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资源 跟专业叫做车队的管理跟系统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投资人 其实我们投资人有一个 前新竹物流的营运长 那他能够引进来的 刚好就是这个领域的资源 那他又比个人的这些专业 又要来的更深 所以他能够帮助这个社企发展 然后成为一个稳定经营的 这个社会企业的可能性又更高 所以火水二号就是在这样的 思维下设立 我们觉得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现在社会 整个社会的改变 随着经济开发程度不同 我们都有一个新的视野 不只是所谓的就高知识分子 其实因为你看 实战事件还有一些 什么环境的问题 我们都看到其实人人有责 每一个人都在期待一个新的经济的模式 的产生的情况之下 火水二社会企业 其实是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那可以结合 媒介 刚刚讲到有些创新能力的 新创事业的年轻人 然后还有一些有善心的 不只是刚刚讲到有钱的之外 还有一些有专业领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就是所谓的共好经济 共存的经济 当然不要讲说 那个现在的企业除了这个CSR 从CSR 现在进步成ESG 就是所谓的 永续发展的一些责任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请最后请嘉燕 跟我们再次的强调一下 如果要从事这个 所谓的影响力投资 或者社会企业会 有什么样子的先决条件要准备 我相信每一个社会上的人 他一定都心中应该有一把火 想要这个社会更好 那你就看自己的专长 如果你想要冲锋陷阵到第一线去 创一个社会企业或组织 社会使命组织 好 没关系 你去做 但是如果你跳下去了 后面却没有人来支援你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社会 也不容易看到 更多的价值被创造出来 所以假设你是拥有资源的人 你也考虑你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力的投资人 所以你站在第二线扮演一个支持者的角色 可是就像我刚刚有说过 很多社会创新它需要的不只是财务的资源而已 它还需要很多不同的专业 所以你简单的说 那中间还需要有人弄一个很方便的平台 把这些资源给串联起来 那这样我们的社会问题 就因为这样资源的聚合在一起 再大的问题 我相信都可能有解决的一天 是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佳妍 这个以身轻身的经验 来跟我们作为分享 我相信这个领域 只要我们更多人投入的话 我们台湾会更好 世界会更好 每个人都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我们祝福所有听众朋友 都能够身心灵更健康更快乐 下个星期天下午4点钟 空中再会咯 谢谢